你来第一个呗 你来第一个 行 来来来 大冲第一个 那你不换位置了 行行行 好好好 扣 我们扣上了啊 好了 我唱的啥歌啊 你把它管了 把它管了 太香了 我稍微小一点 不行 这耳朵的震坏了 哦 看见了 大家也不要 也不要再问我这个专长 我该开的时候自然会开的 好吗 开始了 你别喊我听得见 我唱个 我真不知道唱什么现在 我准备一下啊 我看看啊 走 来咯 准备好了吗 你唱的吧 我唱着呢 我现在就是唱着呢 走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走 没事吧 写的暖阳阴小溪 河畔的水中 我和你 往事映在那回忆里 有一个他对你痴迷 时间他带走了曾经 青春的什么 这么多吗 自己 尽深的对我提起笔 写下了一句我爱你 完了 还有这 二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走 没了 完了 这太难猜了 这有点难猜 这唱了个什么呀这是 我就这么传是吗 不管我猜的是什么就传是吗 连我的动作一起 连我的动作一起 还连动作一起 来来来 别别 听着啊 听着啊 试试这动作吧 小和尚小个儿嘎 叫了声姑娘停跟哑 你你 他指的是哪来的 他指的是 你往姑娘的耳朵上看 起名叫做 什么花 是吗 对 三哥 该你了 该你了 把他传吧 该我往下唱了是吧 把他传 往下唱了 嗯 哎 哥 我的 嗯 嗯 嗯 哥 来 干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没唱没唱没唱 没唱唱的 唱的啥呀他们 嗯 看 不告你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 送得了大门洞啊 要年了小妹妹 我是那么的爱你呀 我得知道我差多少了 我得知道 唱到什么 不重要 哥 哥 哥 来看我 看什么 放下来出 一出 又来了 放在里头 放下来出 不用出 不对 不对 就不行了 不用出 好不好 我是不是可以摘下来了 真挺不见的 来 不对呀 来 采访您一下 您刚才听到的是什么 是什么 我看着这动作肯定是树莓叶 对 这个是有 这个呢 我们有这个 不是树莓叶 那你就敢听我改的 最后这个我 是什么意思 来 请张老师公布答案吧 您唱的是 公布答案 来 咱们学习一下 来 咱们学习一下 来 我刚才 你刚才他弄得不对 我刚才是什么呢 我刚才怎么唱的第一遍 我哪知道去 我一开始听我 我刚才说的是 3 2 我说准备好了吗 还要准备好 那 对吗 准备好了吗 来 3 2 1 走 昔日的暖阳阴小夕 然后到他这 你唱的什么 小和尚 长肖跟尚 你不是还这么 这不是小和尚吗 有吗 不是啊 那玩意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那你们这动作也不对 那您传的什么呀 你刚才唱的什么呀 我唱的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有爱你哦 不就是这意思吗 我是后边 我是那个 写下来一句 我爱你 没听过这歌啊 你有这个吗 我有这个 三哥 三哥他没有 你应该在附近玩耍玩耍去了 到您这就全变了 好了好了 在我这有点变了 在我这 再来一轮 还要玩一轮吗 再玩了我来 最后一个 通过来 我来最后一个 我前头一个 三哥头一个 三哥才唱一个 谁唱 三哥唱 你听第一个 你听第一个 来 我唱 你唱 你随便唱什么东西要 行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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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吧 什么玩意儿啊 我都不知道我炸了什么玩意儿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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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咬于这个 不许听啊 然后 好 我要带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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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张云雷带羊九郎飞 来了 这应该是飞 是对吗 我说的 有一个飞是吧 有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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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pical 多亏 上 шт Lakes 滑 三遍 Speaker 我手达 狂呼 évidemment 你的冰 aware 他唱的歌唱三遍是吧 花蝶 飞 花蝶 飞 飞 飞 这是飞吧 对 三歌唱的 对 是三歌唱的是吧 三歌 别跳广场舞了 上你了 他不能摘是吧 这不是叫啥 我想想啊 就一飞的是吧 三歌唱的 飞 飞 飞 太多了 我估计三歌应该是飞得更高 因为他就会唱那汪峰的歌嘛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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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给你加字呢 我就看着一个飞字 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我要飞得更高 对不对 对对对 什么玩意儿 你现场 还真猜上来了 对对对 他就是肯定了 对对对 对吗三歌 对吗三歌 到底是什么 不对 不对 三歌唱 请原本演绎一下 瓦蓝蓝的天空飞 老郎 老郎 我在长春 眺望北京 他是刚从长春回来的 对对 我听的是我要带你飞 我张云雷带你飞 他不是张云雷啊 肯定不对您这个 我说我 我只能看着嘴 飞飞 他唱的是 我唱的 我唱的 快点飞 我是不会跳那个舞 我还是会跳那个舞更形象的 对 你就得难死我了你就得 不是难死你 我知道三歌会几首歌 有这个汪峰老师的歌 飞老鹰 我有这个飞得很高飞得很高 好 行 我这还有点还在动脑子 这就不错 我觉得这不错 好好好 说明咱们还挺有默契 什么还挺有默契 一点都没意思 说明咱们还是了解对方的 是 对 知道三歌会飞得很高 什么样飞他猜上来了 是是是 还来吗 五个人唱两对半来 行 可以了 不要再来这个节目了太震耳了 来继续聊 继续聊 对 咱们 有一个提醒的话题 是不是到了张云蕾糗事的时候了 我 我能有糗事吗 我有吗 我有 我有吗三歌 你听听 你听听呼声 我说行吗 可以 这个倒不算糗事 但是我认为这是 在我心里头过不去的一个事 什么事 小心愿 也别小心愿 这个 这个就是 我婚礼的时候 他是伴郎 这个 一般情况下都知道 结婚的时候 这个酒有的时候会换成水 因为这所有的客人 你要都陪一遍 对不对 敬杯酒 然后呢 一杯 一回不是真的 一个是假的 正常来说就是出去敬酒 都是先敬这个假酒 就是水嘛 假酒 但是呢我们张铭李老师 特别特别的仗义 第一杯就给我倒的是酒 小酒都倒不大 进完了 我 因为人多呀 你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我就告诉我 我说这是真的 啊 啊 啊 不是 又倒了一杯 就是水还淹不下去 大哥告诉我 这是真的 我说我知道 这就是真的 是真的 大概肯定的大概 这肯定一下 然后第二杯 我说兄弟这是真的 又喝了一杯 这一桌好像是十个人 还是十二个人 直到把整桌都敬完了 我们俩到下一桌的时候 才有这个空挡 我跟他说 兄弟你坏一瓶 喝个我喝不了 因为我真的不能喝酒 这一圈都敬完了 他特别认真 这是真的 啊 又倒一杯 他以为就要真的呢 我认为这是 我说就是真的 你怎么说真的干嘛 你大哥是多讲一些 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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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真的 因为敬着敬着 敬到半圈的时候 我就发现大哥的脸红了 已经胀了 那还不红了 我本身就有点酒精过敏 一喝半桌了 这一圈敬下去之后 到第二桌 就已经走不动了 然后呢 这个剩着点白酒的根 喝不了了 再倒上这个水 各位 比那酒还难喝 特别特别难验 对 这是我最大的一件糗事 糗在我身上了 讲一个我的糗事吧 好啊 你也可以把你的名字 换成张云雷就成了 对 这个 咱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不都演那个 《切绕》 就是导口的赵口令 对 用外乡人去表演这个 用方言表演这个节目 我就是一上台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 这根弦给忘了 就是忘了是什么节目了 不是 知道是这个节目 但是没往那去想 那您上去之后呢 一上台我这一张嘴 您说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呦 这场节目呦 我们哥儿俩给你表演 我们俩 冷漫过档 哇 这 这个我是证人 对 这是最大的这个糗事 一上台 本来人家用方言 这个经常会出现 把这个普通话 我也见过咱这儿 别的演员也出现过 对 我们这儿有一个演员 就是表演这个节目 上台一鞠躬 大家好 今天我们俩给您说段相声 您看 到这儿想起来了 是切绕 很尴尬了 咱干嘛来了兄弟 咱说相声啊 那就开始吧 再鞠躬 赢了 怎么的 同心来 别忙 打头来 对都有 你有吗 我糗事 我糗事比较比较比较多了 太多了 对 要不你说我糗事多了 行吗 那时间不够 把你逗乐 把你逗乐那次 第一次把你逗乐的时候 哪次 但是讲出来不太可乐是吧 对 那就得有馅 就得看见是吧 没意思 换一个 杨可彤有吗 我这么优秀 哪有糗事 我们俩是一样的 对吗 别别别别 要不你就讲一讲 那个萝卜吧 什么萝卜 就是你买那个饼 饼 你讲你讲你讲 我不知道你怎么说的 就你前两天去买东西 啊 我给我师傅买灯萝卜去 我给我师傅买灯萝卜去呢 我给我师傅买灯萝卜去呢 这个 咱们可以理解啊 很多人家不知道灯萝卜是什么 这个我就在那排队 我是不知道 因为牛街排队特别严重 排了半天好 没人排到 我有点烦了你知道吗 人太矮多了 而且人天特别冷 我说您给我来点松肉 这个 来点这个 来我灯萝卜 人家都装完了啊 灯萝卜就是硬的那种面食 他就把这东西拿过来了 我一接 旁边的老太太还没排队 他就在这儿八眼看 看半天了 我就有点 毕竟这个特殊时期嘛 我就有点别扭 他往上窗口里深还 他问我 小伙子这堆萝卜有馅吗 我说这没馅 我说这就是死坛的 实心的 哦 没馅啊 那这好吃吗 我说冰凉棒硬 眼睁这东西冰凉棒硬啊 老太太太说一句 哦 胡萝卜呀 你翻一包玩 我说没有什么求是 那是 那是 真没有 好玩的事呢 对 因为我是特别完美的一个人 对 你是接近完美的一个人 对吧 不是接近就是很完美 对对对 那你唱一个吧 我应该就是在演出的时候 演出的时候 一开始我进来之后 不是学太平歌词吗 师傅说也别总唱太平歌词了 你这么着吧 你唱 我教你一段莲花烙吧 就教的我王二姐私夫 嗯 然后呢 王二姐私夫呢 这个 现在有时候 你们可能看我演出 就可能就都是 旁边有个贴板的 让我自己唱 小时候是我自己打 然后呢 小时候接触快板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难的 后来板学会了 教我这个唱 需要板跟唱都合得上 我觉得这玩意挺麻烦 然后呢 我也没有太用心的来练这个板 到当天演出的时候 实力合嘛 花生天小演出的时候 当天是没有演好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个板没跟上 我自己没跟上 就是跑板了 对 跑了一个板 然后那天大哥刚画完我 这个我那天我没有好意思 说我自己这个事 斗结束的时候 师傅也没说 就是咱说的 你好不好师傅从来不说 他不说话 这是最可怕的 我知道我自己唱错了 我说我对不起 我说我刚才 没事 去吧 他就演出去了 他就上台了 师傅上完台 等演完了之后 他就带着所有的人 坐在底下 我不知道三哥 还有没有印象 都坐在观众席底下 张云雷 你上台去 把所有的当场的服务员 也都叫下来 给我骂了一顿 他有今天 他有多么多么的丢人在舞台上 大家记住了啊 就是张云雷 他丢人了 因为他没有好好练功 同着所有人说你 所有人 我当时想找个地方扎进去 然后呢 那么你扎了吗 没有 我这么漂亮的脸 没有地方 完事之后 说完了我 张云雷 你从头到尾 把王二姐私夫 同着所有人 你再唱一回 唱不对 你就再唱一遍 直到你唱对了 咱再回家 从那开始 我的王二姐私夫 对我就印象特别的深刻 所以从那开始 我就再也不敢 在王二姐私夫上偷懒了 确实是 我对这个节目 确实是印象特别深 在哪呢 前前大船 前前大船返场 大船演出的时候返场 就是下边有人点王二姐私夫 我真没有想到 他唱的一个整段 而且是拿 根本就没有过脑子唱 这个真是难度太大了 这得多词实 才能 这确实是很了不起 好唱一个吧 那这么说到这了 那我就来一个王二姐私夫吧 来来来 我来王二姐私夫 我来王二姐夫 我现在还能变成 你没出来 我会把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